1月2号 他们邀请我上去中央党部 我进去以后 提名小组三个人就只问我 你怎么赢 你用什么方式赢 你打算怎么赢 谁支持你念出来 有这么凶吗 最后讲了一句话 我们不会找一个比你烂的人出来选 比你烂喔 谁讲的 提名小组的正立法委员 他就告诉我 我相信里面 他相信里面都有录音 你们可以去问他 他跟我说 我们不会找一个比你烂的出来选 那你有没有问他我哪里烂 后来就请我回来了 我回来以后我就想说 既然没有协调 我就一直等 等着中央党部再叫我上去协调 也根本没有这件事情 然后呢 那一天1月2号 我在中央党部 遇到了市党部的主委 黄千柱先生 那时候我们就在聊天 那时候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他有很多人在场 我们就说 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协调 可否请郭国文先生 回他的选区选 这里就给 就给晚辈来努力 他就说了 这不行啦 这都已经决定好了啦 这句话代表什么意思 谁说的 黄先柱先生 黄先柱主委 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主委 对 他就讲 都已经决定了 对 他说我们都讲好了 这不行 郭国文就是选你们那一群 谁谁谁 就是选永康群 他说他都已经讲好了 我在现场我当然不以为遇 我想说没关系 反正还会再协调 会民调 过后回去 1月6号 在党主席的选举那一天 我们的主委呢 他又跟媒体放话说了 现在 你叫黄主委 黄千柱主委 黄千柱主委 这是白纸黑字 写的清清楚楚的 他又跟媒体放话说 我们现在人民对民进党非常失望 民调不准 所以我们选择用征召的方式 应该不会做民调 但是1月9号昨天 1点25分 在开终植会会议的前五分钟 召集人郑文蔡先生打电话给我说 因为你 我们私底下做了民调 你的民调都输给郭国文先生了 所以我们决定等一下终植会上 就通过征召郭国文先生 我问他 哪两家民调公司做的 他说不出来 我问他民调数据 年龄比例 有没有加权 有没有分数 还有有效样本 他都说不出来 结果昨天终植会上述的那一份 民调结果 就只写了中央 市党部中央的民调公司 另外一家公司 是2016年 惹到争议的 他把一粒一修 高度质疑 他修成一粒一修满意度85%的 那一间公司做的 哪一家 我相信大家查一下就知道了 2016年的新闻 为什么你不想讲出来 其实我也可以讲 就是精湛民调公司做的 这一种受到质疑的民调公司 做出来的民调 然后直接要终植会通过 直接提名郭国文 说我输了10% 我从参选到现在 一直都是山水民调公司 帮我做民调 我从头到尾都是赢的 但是昨天他说我输了10% 我到1月5号做出来的民调 都是赢的 他叫我有什么心服口服 那既然 那他都已经 主委都已经说了 民调不准 结果昨天拿出民调 说我输了 他们这样反复无常 鬼话连篇 叫我有什么心服口服 好 一家是精湛 一家是中央党部的民调公司 对 而且昨天晚上 中央党部做的你输几% 输了将近10% 精湛也输10% 中央党部做的你也输10% 他们两对 两个合起来我就是输了将近10% 然后昨天晚上 民调单位的单位的人 也传简讯出来说了 这一份民调 没有直接越过了代理主席 从总统府出来的 这简讯清清楚楚 谁说的 他说直接由一位郑先生 我相信你们圈内人都比我清楚 我不知道 因为只有你是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你要必须要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怎么可能知道 但这一些东西我认为 要主控就要有证据 或者要根据吧 是 就是那一位精湛公司的郑先生说的 是 郑俊森先生 直接从总统府 越过代理党主席拿 拿出来的民调报告 然后昨天晚上 卓榮泰主席又打了两通电话 给我告诉我说 你年轻 你要忍耐 我们以后还是会给你机会 我们见面谈一下 你千万不要退 其实我心里面觉得 我对这个民进党非常地失望 我一直以为他会用公平公正 公开的方式 然后来做民调 他们连给我一个认输的机会 都没有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态度 他们一直就是在玩派系 我要针对他的指控 我觉得很多是空口白话 还有议策 第一 主委绝对没说过民调 没准这种东西 民调不准这种东西 没有从我们主委 稍等一下 民调不准是从哪里来的 民调不准这个东西 是黄主委先生 他跟众多媒体讲 新闻也有报 媒体也有报出来 在中华日报上面 白紫黑字也写清楚 是黄主委说的 中华日报上面并没有这样写 主委只有 中华日报 那他说他讲的话 所以他跟众多媒体 叫做结合一大选后 投票率低 表态率比较低 所以有可能民调他就是 对不准 接受了民调不准 表达的意愿就比较低 那当然他报纸只有这样写 那后来昨天就有 新闻媒体错误引用 直接说黄先祝主委说 民调不准 主委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那但是呢 其实我知道小瑜的妈妈 就是我们的郭秀助议员 他也有说这一次 郭秀助议员这一次没有当选 这一次没有当选 那他这一次没有当选 他也有发表意见说 这一次党主席的选举 不到两成 这个表态意愿很低 我想这是大家所共同知道的 16.98 但是不能把它引用来说 主委说民调不准 主委从来没有说过这种东西 那这样整个听下来 你还是对整个征召的办法 有一个错误的理解 这是征召 不是初选 征召它是协调小组 去跟你说协调 包括把你约到中央党部 跟你说明 请你说明说 你有什么内容 可以来证明说 你来参选 你有胜选的目的 这个就是整个协调的过程 但是他一直强调没有协调 到底他所谓的协调 他就是说他没有跟郭伯仁 两个人坐下来协调 在党规里面一直没有说 会让候选人坐下来协调 也没有说 因为是党有权力这样做就对了 就是征召办法里面 并没有说是候选人坐下来 面对面的协调 所以是协调小组 来跟候选人协调 但是他已经接受了协调 他却一直说没有这个协调的过程 所以是不是对整个我们征召办法 跟我们 那当...就是说 如果要当对方心如口无 为什么不找一个 两边都能接受的民调公司呢 因为我们刚才有提过了 这是一个咨询室的民调 他本来就不是初选的民调 他不是告诉你说 要哪间民调公司做 也不是让你们来出这个民调费用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协调小组 我们的征召小组 他们去自己做咨询室的民调 来了解这两个候选人 在地方的实力 是 你既然参加了民进党 他已经是中央党部的民调公司 再另外委托一间民调公司 两间做起来都是将近一样的结果 就跟小鱼讲的一样 几乎都是输10%左右 一家是输6% 一家是输10% 所以已经是两调民调公司 民调公司你都不相信 而且这是咨询室的民调 也不是依一般的初选民调 你既然已经有协调了 你又说没有协调 既然已经有做民调了 你又说 主委说民调不准 我怎么能相信民调 第一 主委没有说这个话 第二 你民调怎么结果 你都不相信 那到底要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你才能来接受这个征召的结果 因为在征召的过程里面 他就已经不断地讲说 这个不公平 我一定到时候没有征召我 我就要退党双选 可是在征召 就连民调协调都还没有进行 他就这样讲了吗 对 他就说他一定坚持要参选 我并没有这样说 晚间十点尽情锁定 正直到了